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国气象局宣布 法国已经有32天没有真正的雨水 创造新的干旱历史记录 研究报告称 贫富差距扩大成为美国社会的顽疾 委内瑞拉人在通货膨胀的持续影响下 努力应对物价飞涨 日本第二大城市横滨举办一年一度的草莓节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法国统计部门前段时间公布了就业统计数据 总体来说 法国的失业率还是在历史低位的 但是仍然有220万人无所失事 这也是个不小的问题 重点是 这个数据只是来自于法国人才中心 实际的长期失业人数远远不止220万 根据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 2022年第四季度 法国的失业率为7.2% 基本上保持稳定 尽管比疫情危机之前 也就是2019年之前还要好一些 但是失业率的整体趋势是在上升的 特别是青年群体的失业率达到了17% 另外 法国还有约200万人 处于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状态 占到法国总人口的2% 对于一个靠高税收实现社会福利的国家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法国劳动力人口年龄段是15岁到64岁 这个群体的稳定就业率只有不到7成 就业率不高的同时 很多岗妹却长期空缺 没有人愿意做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而不是为了饭业 而是为了供应 这个问题要从好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些空缺的岗位到底是什么样的岗位 岗位的性质是什么样的 如果这些岗位的需求特别高 但是失业的人群又达不到教育标准 从业标准的话 当然他们是属于一个失业状态 这些职位也会依旧空缺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社会方面了 如果这些缺失人才的岗位 它属于那种非常 就是怎么说 就是待遇不是特别好的单位的话 那或者是说福利不是特别好 有没有工会保护他们的权利的话 也不会有太多人愿意去这种岗位 我认为在美国的问题 是有很多的公司 是在美国的公司 对于在美国的公司 在美国的公司 如果我们想要在美国的公司 这是ої老师的公司 中间需要业的公司 我们为了小店 不同的公司 10%时间更好 短期三蔥什么 未必要是非公司 而且我的公司 我认为 在 enhper市 我认为我们在厕所工作的厕所 有很多的职务空间的职业 不过这些职业的职业 我认为我们在职业工作的职业工作 我们在职业工作的职业 是一种特别的职业 也可能为要求这些人在职业 和让我们的职业活动 我们在职业的职业工作的职业 法国气象局宣布 法国已经有32天没有真正的雨水 创造了新的干旱历史记录 冬季是地下水的重要补给期 这段时间的干旱 对于法国的供水状况的影响就更为严重了 接下来法国政府很可能会对居民日常用水进行限制 1月21号至2月21号期间 法国大陆没有降雨 也就是说32天的降雨量低于1毫米 这是一个新的冬季干旱记录 法国气象局2月22号星期三宣布 法国大都市已经有32天没有任何真正的雨水 因此这是自1959年开始有测量数据以来 最长的干旱期 甚至超过了2020年3月17号至4月16号期间的31天 这个干旱期可能在周三就会结束 因为预计周三会有降水 法国气象局说 当法国上空的累计降雨量低于1毫米时 就会使用五雨日这一气象专业术语来表达 干旱的情况之所以更加令人担忧 是因为它发生在冬季 这是一个关键的地下水补给期 而且是在2021年8月以来 长期降雨不足的情况下 根据法国气象局的数据 9月至1月的降雨量接近正常 只有10月例外 但2月份的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3年2月预计的降雨量将会比往年少一半 从而成为自1959年开始测量以来最干旱的2月 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贫富差距扩大成为了美国社会的顽疾 新冠疫情之后 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加大 成为了西方国家之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这也导致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一份最新发布的关于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报告 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和数据为基础 揭示了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 并分析了这种持续的社会弊病的政治和社会原因 及其不良后果 周四发布的美国财富不平等恶化的事实报告说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也是贫富差距最严重的西方国家 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报告称 自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以来 美国采取的大规模财政和金融刺激措施 并没有从根本上支持穷人 反而帮助该国的亿万富翁扩大财富 这进一步扩大了差距 美联储关于家庭财富的报告显示 截至2021年第四季度 最富有的1%美国人 控制着创纪录的45.9万亿美元的总财富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 增加了超过12万亿美元 也就是超过了三分之一 报告说 自1970年代以来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差距不断恶化 穷人越来越穷 而富人越来越富 中产阶级受到挤压 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 报告还说 美国的贫富差距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包括资本垄断 选举政策 政府政策 工会被削弱 以及种族歧视 而这种差距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如种族矛盾加深 无家可归者人数上升 以及城市动荡和暴力犯罪 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美联储人也在通货膨胀的持续影响下 努力的应对物价飞涨 一些餐厅很无奈只能降低盈利空间 以维持经营 在委内瑞拉 许多人发现自己正在努力追赶生活成本 因为在加速的通货膨胀中 价格继续上涨 在首都的一个食品市场 价格迅速变化 有时是在几个小时内 随着飞涨的物价冲击着委内瑞拉人的口袋 而工资却在不断下降 去食品店的短暂访问可能会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应对不断上涨的食品成本 对顾客和商人来说也很困难 一月份 委内瑞拉的月度通货膨胀率跃升至39.4% 而1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为37.2% 根据委内瑞拉金融观察站的估计 同比通货膨胀率为440% 这是在过去21个月中增长最快的一次 为了缓解价格压力 政府实施了新的经济政策 包括允许外汇自由流通 固定汇率 限制公共开支和增加税收 然而这些措施似乎并不足够 政府的支出和对美元的需求 超过了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 而当地货币玻利瓦尔不断贬值 经济学家担心 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恶性通货膨胀周期的高风险 在价格飙升的同时 一些商人已经决定削减他们的利润率 自去年以来 鸡肉 牛肉和猪肉的价格也有所上涨 但餐厅提供的沙瓦马 三明治和汉堡的价格却没有变化 尽管跟上成本上涨非常困难 美内瑞拉人继续适应 几乎每天都有价格变化的严酷经济动态 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日本第二大城市横滨 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草莓节 由于今年遇上寒冬 又赶上能源价格飙升 这使得草莓的价格比平时贵了不少 一年一度的草莓节 已经在日本第二大城市横滨拉开美目 吸引了大批游客 前来品尝各种草莓制作的美味佳肴 水果价格的上涨 似乎很难抑制人们对于该活动的热情 人们看到 年轻的消费者 涌向该市标志性的红砖仓库 购买蛋糕 冰激凌和布丁等草莓甜点 他们还可以买到来自全国各地 不同产区的新鲜草莓 据组织者称 为期一个月的活动预计将吸引超过20万名参与者 今年是横滨草莓节的10周年 随着全国范围内草莓价格的持续上涨 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这种水果在日本的平均售价约为每公斤18.6美元 处于较高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 价格上涨是能源价格飙升和日元疲软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导致了种植和运输成本的增加 此外 在冬季 由于气温较低 草莓温室消耗了更多的燃料 温室在肥料和塑料薄膜方面的支出也在增加 进一步推高了草莓的价格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